11月15日,有媒体曝光吴奇龙一家三口外出的照片,引发外界热议 当天,吴奇龙身穿黑色上衣,他抱着儿子步步从医院走出,边走边四处张望 似乎是在看周围有没有记者拍照 两岁的步步待在爸爸怀里,不哭也不闹,非常乖巧 而刘诗诗则戴着一个粉色帽子紧跟在父子俩身后,打扮得非常低调 一家三口来到地下车库准备找车离开 吴奇龙将儿子交给老婆看管,之后去找保姆车 小朋友在妈妈身边走来走去,左右摇摆,性格非常活泼 众所周知,吴奇龙和刘诗诗通过步步精心结缘 2016年结婚,2019年生子,一家三口的生活非常幸福 吴奇龙和刘诗诗有着十几岁的年龄差距 起初这段恋情被曝光时,引来外界一片虚声 毕竟吴奇龙年龄偏大,还又过一段婚姻 好在刘诗诗并不在意外界的流言蜚语 义无反顾选择嫁给吴奇龙,事实证明他没有选错 最后也祝福他们一家永远幸福